范蒂岗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2月14日上午 接见了前来述职的捷克主教们 教宗强调促进平信徒 在教会和社会生活中的灵在 教宗勉励主教们 勇于向圣神的心动力开放 圣神赐下神恩 让平信徒能承担责任 让圣职人员对教会的革新与成长有所贡献 关怀平信徒等于关切家庭慕灵 意味着天主教徒临在公共生活和大众传媒之中 因着平信徒 在当代问题上始终能听到真理之声 能感受到教会与人站在同一阵线 为人的尊严服务 此外 教宗欺许主教们 在值得信赖且称职的平信徒的协助下 监管和保护教会资产